嗨 大家好 欢迎关注 言之早早 我是卢岩 随着圣火的点燃 东京残奥会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从8月24号到9月5号 来自全球的4000多名残障运动员 将参加22个大象 539个小象的争夺 相比于不久之前 奥运会的那种巨星云集 激情四射 也许有朋友会问 残奥会到底有啥看透啊 其实我想说 残奥会也有残奥会的精彩 残奥会最大的看透就是人的故事 担任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棋手之一的周家敏 这个残障的姑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专业的训练 一次打排球的时候 她拼了命的去救球 这引起了教练员的注意 才开启的她的运动员生涯 我看过残障选手的游泳 因为没有双臂 运动员需要靠用嘴咬住绳索 支撑着他们的出发姿态 在拼尽全力的冲刺之后 要靠用头 用头来撞击泳池冲线 这又是何等的一种震撼 当我们有事没事的时候去吐槽 调侃中国足球时 中国盲人足球队已经接近了世界之巅 从08年北京的一枚银牌 到16年里约的第四名 你如何能够想象一群连光都看不到的人 是怎么能够熟练的传球 代球 射门得分的 追求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理想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通过残奥会 更多的残障选手找到了自我价值 我们更希望通过体育运动能够让更多的残障人士勇敢的走出家门 去融入社会 而不用担心旁人投来一些异样的眼光 所以这里需要的是大家的一点点关注 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欢呼和喝彩 是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能够共通的那种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当然了 在这里也不忘说一句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能注意疫情防护 祝福大家平安开拳